好的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我作为一龙那就直接预选了个猴子 没有别的原因就想录一具素材 但是奈何这个五龙一直想要这个打野味 于是呢我就选择帮四龙把劲给拿了 这波叫缓冰之劲因为我想重开 但是看见这个一龙他非常的自己说自己是个万战 并且表示他这一局要带我们躺 但是我觉得呢可能是我对万战有什么误解 哦我明白了 这是他的小号 所以这一局呢我选的是马超这个英雄 可能这个时候就得老观众想问了 诶怎么又说马超你诸会玩这个英雄吗 其实说出来嘛你们可能不太相信 我是英雄勺别人会玩的英雄估计可以装一个词字 我会玩的英雄可能只能装一个勺子 不过问题不大 让我们回到游戏 这一局对线达摩了吗还是直接强二 不是我膨胀我二级可以直接拿一线 诶大哥别别别别追别别 去你们了 这里我稍微的失误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因为这个失误对面达摩可能会在四级之前压制我一段时间 不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要想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膨胀 这个时候达摩暂时的压制了我一会儿 内心肯定已经开始膨胀了起来 那么他就离毁灭肯定已经不远了 而且我最近使用的是幸存者这个皮肤 他肯定会更加的自信 但是我使用这个皮肤的主要原因就只是因为他比较湿滑 神威用起来就比较重 这么说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那么我就换一个说法 幸存者玩起来像德服巧克力 神威用起来就像是四立架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的现在我已经生到的事件就完全不需要趴对面的达摩了 跟达摩打的话我们尽量离枪远一点 所以我们丢个一天过去然后开机宝直接刮他 然后这个达摩就直接一天跳了过来 但是呢我们这场战斗还没开始就被邵鱼给打断了 这里他们想走的我们就戳他们屁股 骚扰一下他们 他们很烦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跑得快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三分半 周末了爆发了一波团战 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急着入场 先在草场里面观察一下他们的动向 好这里呢这个达摩准备过来了 好他靠近了他靠近了我们准备 啊 啊这没看见我吗 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里他居然没看见 果然电子经济不需要势力 既然他不管我我就直接开几宝撞他队友去 先让他们的屁股发气猛攻 这个时候项羽想放大 我们直接收枪把他带走 打完过我们还有大招可以消耗一下这个炸大猫 最后把枪收拐往下渡赶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冰险切到 好家伙突然跳出来打尾套 这里我们小心一点 就收枪从慢慢的消耗他就可以了 这里面收枪从过去他打我们就直接跑 然后这个大猫想跑我们就直接打 打不打到死无所谓 我们主要打一个消耗 把大猫打好过后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鸟匠 听清楚啊是鸟匠不是小鸟匠 利用他来恢复状态和减少大猫cd 那么这个时候对面打也想抢龙 那不行 我们直接过去阻止他 不用想那么多追求他的屁股捅就对了 我们是让永恒buff 他这波肯定是走不掉的 睡觉过后呢我们就回下渡清兵线 这个时候我们大猫还能用一次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用掉 然后我就双杀了 就那个时候我在草头里面回程 视野什么都没漏啊 视野什么都没漏 明明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突然就一杆枪飞了过来 然后把我给带走了 我就想对他说一句话 就乖了吧 没什么意思 真的打个游戏开挂真的没意思 好的现在我们下路一塔 拆完过后呢 去中路这个草丛蹲一下人 好他们过来呢 我们先准备啊准备准备 诶什么鬼 这里我们被发现就直接跑 当时跟赵云直接一个大楼杀了过来 贯穿的地方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害怕的 直接上去打趴 他现在肯定非常的后悔 但是没什么用了 把赵云碎掉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冰线给吃掉 帮队友缓解避线压力 也是马超的必修课之一 当然正常情况下的话 是要蹭线不能吃线 听清楚了是蹭线 如果你不蹭线 你是吃线的话 队友可能会骂你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继续来这个草丛里面蹲人 如果对面没有人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塔给推掉 回去来我们直接上 这个时候我们标放 我们二姐先砸他一下 鸡跑一开直接跃他 我们每撮一下就吹下塔 重置下塔伤 把我们鸡飞了没关系 我们收枪直接捅过去 最后丢个边枪直接收掉 这叫什么 这就叫经济压制 只要我们经济比对面高 我们干什么都很舒服的 另外我马超这个英雄 做一个收割要后手入场 你看这里我们就是教科书一般的收割 结果我都突然之间 把扎达莫的大招都给下断了 两枪直接收掉 马超永远的踢零好吧 那么这个手段 只剩下我跟马可两个人了 然后这个手段 我打开中美兰的一瞬间 达莫突然跳得出来 还空了个大招 他大招一空就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就直接打 但是根据小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好像被包围了 不过不用害怕 我还有办法 我们卖掉马可直接跑路 你们看你们看 他们全部推马可去了 不要怪我 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大义 为了大义而牺牲 实在其所 这个马可怎么活下来了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切一下 对面的收割箱 我们先直接丢两个枪在地上 把枪收起来过 观察一下收割箱的位置 搞清楚它位置过 我们就直接冲过去 进场过我们就直接收箱筒 而且往它身后人 最后收箱筒 像丢个一箱直接收掉 虽然像肯定现在觉得我跟个鬼一样 我们急跑开直接上去打他 然后丢枪在他身后 然后直接收箱筒 最后用了几人直接收掉 他队友包括也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跑 好的这里时间已经来到15分钟 我的队友冲上去直接开团了 但是我们先不要着急 开了急跑冲进人 就能够直接找对面C位 没有别的原因 切身是我们的任务而已 把魔术死掉过后呢 我们先不要急着走 我们大乌4D马上就要好 又可以打一波 结果最后的战斗非常的平淡 把相遇收掉过 我们就直接获得了游戏的胜利 这一次呢 我终于获得了MVP 虽然是个低端局 我个队友来说已经不错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先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道 可以投币点赞 收藏支持我一下 如果不想点赞的话 就发个下期订阅证明明来过吧 那么我是广某 我们下期见 拜拜